現在 好 進入我們開始遊戲 喔唷好大神喔 調小一點好了 太大神了吧 然後他最近出了這隻新的英雄 這隻新的英雄是 11月1號出的吧 好像是11月1號上架的 他是一隻刺客型的英雄 然後我去玩了一下 我覺得這隻角色超級適合我 這隻角色叫做納克羅斯 名譽幻任 信仰是心中的綠洲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現在玩的這隻角色 就是他新出的 然後我有玩一下 我覺得這隻角色蠻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他技能介紹的是 被動是 攻擊4次普攻之後會擊飛目標 獲得短暫攻速加成 你可以當作他是理性的被動 然後他有一個擊飛效果 然後他的Q可以兩段 他的Q可以兩段位移 所以他本身 配合他的 也不是Q啦 無情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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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段 好 我們畫面回來了 好 一開始點Q鍵 你可以看到Q鍵 他可以兩段 這招叫無情衝鋒 我們念技能的名字好了 無情衝鋒 無情衝鋒 然後兩段 然後這招叫做 致命殺戮 名譽幻任 那我們一開始是等級有點小落後 不過沒有關係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等 這個遊戲很重要 是那個 一等的 就是經驗值會顯示在你的等級旁邊 那個框 我先上到兩級 沒有上到兩級超費的 對方已經兩級了 然後讓他吃補包吧 因為我們一開始扣了很多血 這個機器人超級強 對面的機器人是坦克 蠻克我的 因為我是刺客 我只要沒有辦法一套刺死他 其實他對我戰的傷害很大 因為他技能基礎傷害很高 自命殺戮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他們打 我們必須要 先刷一下 別啊別打別打 我們一定會輸啊 我們現在是兩個垃圾啊 好嗎我們是後騎腳 我們是後騎腳 扛住前騎 扛住前騎 我要去打野怪了 然後可以 Q的一段可以挑飛 第二段可以墮下來 我們的 無形衝鋒 哎呀對不起 我 我 然後你就像李星一樣 技能分開放 他會有一個基本的攻速加成 喔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我後悔 我後悔 我們先回城吧 一開始直接被 直接被屌虐了 然後這個遊戲的一開始的 遠程的 英雄 配合基本普攻的傷害 真的太痛了 除非你拿一套上去把他秒殺 但他旁邊有坦克啊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瞬間位移三段 這是這角色的特色 然後他殺後排就是一個 輕鬆 我們現在去Gang的中路怎麼樣 Gang一波怎麼樣 他退了耶 下塔被拆了 我們再一次 我們再一次 我們再逛街 他滿血耶 他滿血耶 不可能啊 他怎麼可能看得到我 我們來 支援一下支援一下 這下路太深了 去Gang他們喔 Gang他們喔 擊飛 阿技能兩段 很好 然後我們這裡 點一個被動回去 再一個往前 斬殺 Double kill 一波就打回來了 一開始掉那個塔 有掉跟沒掉一樣 然後 我覺得我們 這角色這角色我覺得很重要 他要去刷野怪 因為他刷野怪速度很快 然後我通常會在買出第一件大裝的時候 把打野的刀給買出來 他這個遊戲所有角色都會打野 然後 你在線上沒小兵吃 點不到塔的時候 你就是去刷野就對了 你刷野可以很快提升這些等級 然後在那邊跟隊友說 我拿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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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他講啊 你可以看到左邊有沒有 左邊他不是有跟你說 他買450塊 跟這290塊的這個裝備嗎 不要買 因為 你要去知道你的第一件大裝要多少錢 等一下我們先去幫上面那個 然後我們這裡用一個 往後瞬 再一個途徑進場 頭沒撿到 沒關係 那我們繼續去吃藍buff 他怎麼7等啊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他現在存到錢 1150塊 就可以買大裝 所以 你要稍微去記一下你的大裝要多少錢 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就是專殺後排 我們去分推好了 我們去分推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三段位移 我們先去邊線好了 這個角色刷邊線比較強 他打團沒有那麼強 因為打團他太軟了 他其實比後排射手的體質都還低 看一下這個KDA 然後按金幣牌序好了 我們現在是第二名 買個鞋子 等一下我們就買打野刀 然後就一直刷野 我們把等級刷起來 然後在塔後有一個補包可以吃 所以記得要去吃 再一個挑飛 再一個吉他 斬殺 退出來 啊 害他 不要 不要 沒事沒事 然後 我喜歡買這個 你有看到這個嗎 我跟大家講 我很喜歡買這雙鞋子 因為我很喜歡跑線 這雙鞋子 在下面這雙 這雙鞋子 加30跑速 然後任性 離開戰鬥後 加75跑速 我沒回到城 他基本上就是 武術血加水星血 你說OP 武術血加水星血 然後我們去邊線 我們去邊線找人殺 去邊線找人殺 去邊線找人殺 向我祈求憐憫的人 我只會狠狠的拒絕 然後我們第二件裝備 我們買吸血了 好了 我覺得吸血 才可以有效的 再打怪 兄弟 我要拿BUFF 再給他 我要拿BUFF 哇 觀眾你人好好喔 太棒了 暗裝 哇 你各種那種BUFF 哇 NICE 我有紅BUFF 然後紅BUFF 會真實傷害人燒 藍BUFF 就是一個回魔 然後我們去推 我們上塔要被拆的 沒關係 我們有隊友去守了 你可以看到 左上角地圖 其實很清楚 可以看到隊友在守 然後我們退出去好了 再進去一次 奇事關鍵 等一下我們就把那個吸血 裝給賣出來 我覺得我們要守中塔 吸合 來來來 我們去直接突襲 等一下我讓你看看 什麼叫刺客 我們先按個回線 好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法洛斯 我們直接從這裡突進過去 沒關係 他跑了 好就是他 寶洛斯 一個挑飛 大招 再一個連彈 再砍兩招 斬殺 快逃啊 兄弟 再一個Q技能擊背 再退出來 我退不出來了 沒關係 我們換掉兩隻 然後看一下 我想買那個 攻擊裝器的這個 殺彈之風 然後 25%吸血 我覺得這個可以有效增加自己的 增加自己的 就是你在外面的回血效果 我覺得他推薦裝備是不錯 但我喜歡照我自己的套路買 就有很多摸索啊 很多摸索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地圖 非常的 非常的美 然後再跟隊友說一次 我拿BUFF 我一天到晚拿BUFF耶 天啊 好爽喔 哇 他直接幫我吃到 吃到沒有 我好感動喔 謝謝你 好我們跟他說聲 謝謝你 好我們繼續分推 我們這遊戲就趕快去 喔我忘記買打野刀了 這個 這個打野刀 這個打野刀可以增加 打野怪的經驗值 然後他只要250塊 你最後再把他賣掉就好了 然後賣掉的話 你大概虧這個幾十塊吧 然後 可是你在這個 持續刷野的途中 你都會有這個效果 那我們去偷吃對面的紅BUFF 很好 然後 我們現在可以去夾殺那個 夾殺上路那個北七 直接一個被包抄 好 再一個 兩段 往後瞬 喔唷唷唷 這頭沒撿到 沒關係 然後因為我有藍BUFF的關係 我的位置就可以 中塔還沒掉欸 然後我們去 我們去單吃小龍吧 我們去單吃小龍 我們去吃個小龍 呃 這不是小龍 沒關係啊 就是蜥蜴嘛 就是地圖上的大型野怪 可是地圖上的大型野怪 欸 進去又出來 我又跳出來了 然後我們下件裝買 暴擊 買暴擊的 買這個 颶風雙刃 好先躲在這裡 我們先躲在這裡 好是時候了我們該出去了 一個挑飛 不要 吸個血 吸個血 擊飛他 不行不行我退了 兄弟們我先走了 那個 我不行了 打個野怪吸個血 然後暗口會吸 好就是這時候他們以為殺的到我 肯定是殺不到的 我們這裡偷接一個 接大招 再拉掉 等待下一次進場空間 好就是他 我們來一個極限play他 我們來play他們 喔喔喔 不行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秀一波 好 對不起 我害怕了 我害怕了 下件裝買這個啊 這個 颶風雙刃 他就是一個攻速裝啊 你要配一個攻速裝 配一個 攻擊裝 效果一定是比較好 好我們就繼續刷野 因為我們有買那個打野刀 然後現在刷野已經是 很快然後無損了 你看刷野等級其實加很快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躲在後面 找機會偷襲他們 欸上面上面 上面上面 上面 喔他們在吃霸龍 喔呦隊友好carry喔 就是你啦兄弟 我有四個欸 這個 我上去估計是一秒就正派 欸就他 偷襲他 挑飛 不行兄弟 我先走了 我已經把傷害打完 傷害打完就可以跑了 好我們就去刷下面的野怪 因為我們現在刷野可以吸血 我買吸血裝 然後我們現在裝備是 有一件吸血加一個 加一個 攻擊裝 然後再加一個攻速裝 其實我們現在是一個 最強的事情 好我們就找機會暗殺別人 然後一直刷野怪 這個事情就是一定要一直刷野怪 只要你的角色能刷野怪 一直刷一定超強 整純純欲動 好我15級了 這個小龍就順便刷掉吧 好Carry喔 這隊喔 然後我們下一件中買 買這個 這東西我覺得很猛 他可以在 我們下一件中買的是那個 類似 類似就是 他在一個你 殘血會死亡的情況下 呃 會有 我們現在破主堡啦 在你殘血死亡 會有 會死掉的情況下 他會給你1秒的免疫時間 就像蠻王的大局 打野能幹嘛 打野可以 迅速的 增加你的經驗值 我久等欸 我多了一個治癒 不過我刺客 我不會去用到治癒阿 我覺得用斬殺比較好 斬殺就是一個 就是低於血量的時候 斬殺效果很好